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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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不懂 只能连蒙带猜 在接受采访时 他曾说 很多简体汉字都不认识 看剧本经常是一知半解 很多字都是靠蒙 把玉玺读成玉儿 这样的可笑事我经常干 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笑话 错了就改过来 那个时候的他虽然文化水平确实不高 但甚在坦诚倒也可爱 穷苦出身的孙兴 接人件还是不错的 辍学后他当工人 临时演员 做过电赌场的工人 也在街边卖过小吃 当过搬运工 还剪裁 缝制过窗帘 小小年纪的他 用自己稚嫩的双手和母亲 一道撑起了这个四口之家 几年后跌到了谷底的生活 终于触底反弹了 1986年 香港亚士举办了一个名叫 电视先生的比赛 挖掘又表演才能的人才 23岁的孙兴 觉得自己外貌条件不错 还有过当临时演员的经历 于是鼓起勇气去报了名 因为长相阳光帅气 外加笑起来有些像周润发 半路出嫁的孙兴 竟然一路过五官斩六将 赢得了那一届 香港电视先生的冠军 伴随着这个冠军头衔 孙兴还收获了一份 香港亚士的合约 穷小子高兴坏了 加倍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希望 1990年 他参演了台湾导演派的都市喜剧 《希望之歌》 他那阳光帅气又有些皮皮的形象 一下子征服了观众 原本在这个剧集中 孙兴的角色没多久就要死翘翘的 但是那些喜欢孙兴的阿姨们 却坚决不允许他去死 他们天天打电话给剧组 强烈要求多给孙兴加戏 剧组无奈之下只能改剧本 来顺应市场潮流 就这样孙兴几乎出现在 内部电视剧的全部剧集里 因为这部剧 1990年可以说是孙兴年 他不仅在阿姨们的支持下 几乎全程出演了希望之歌 还参演了当年爆火的剧集 《加油仙妻》 孙兴在这部戏里出演帅气 又花心的沈公子 后来我们才知道孙兴是本色出演 生活中的他不仅帅气也花心 话说回来 《加油仙妻》这部戏当时爆火 孙兴一下子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一线演员 粉丝遍布大江南北 后来他又塑造了《倚天屠龙记》中 《杨潇》《笑傲江湖》中的田薄光 春光灿烂猪八戒中的《太白惊心》 等讨喜角色 除此之外 他还进军歌坛并占得一席之地 至此孙兴的人生一切顺利 如果此后他不出轨不吸毒的话 伴随着一夜成名 孙兴开始飘了 报纸上关于他的新闻 不再是阳光帅气之类的字眼 而是一段段令人叹息的丑闻 首先是他的感情问题 1985年孙兴与第一任妻子潘洋结婚 婚后两人生下一子一女 刚开始的生活倒也美满 不过你们还记得 孙兴是什么时候当上电视先生的吗 1986年 也就是说潘洋嫁给孙兴时 他还没有成名 这段婚姻属于女方下嫁 看到下嫁这两个字 你们基本上就猜到结局了 离婚 没错 两人之间的婚姻很快就出了问题 1986年孙兴选上了电视先生 在1990年他又跑去台湾发展并爆火 用了名气和钱的孙兴 又开始不满足于当前的生活 包括妻子 1996年2月 林美珍和孙兴传出恋情 据传孙兴在台湾的一场饭局上 认识了林美珍 当场就被清纯靓丽 还做得一手好菜的林小姐给吸引了 此后展开热烈追求 追了多少次呢 孙兴说是200次 1996年时 孙兴已经因为家有先妻 火爆大江南北 面对这位阳光帅气的大哥哥 林美珍很快就沦陷了 美人在侧家里的糟糠之妻 越看越不顺眼了 于是孙兴做出一个决定 与盘阳离婚 对于抛弃妻子的行为 孙兴竟然还有着自己的深逻辑 称为这是对对方好 她说 我选择离婚就是对婚姻负责 如果我不爱老婆还继续婚姻 我觉得 这样带给对方的伤害更大 这个言论我们看不懂 话说回来 成名了就离婚 盘阳当然是不愿意的 纵使孙兴愿意补偿大额抚养费 盘阳都不愿意松口 但孙兴有办法 2001年 她带着美貌又年轻的林美珍去见盘阳 其实此前孙兴也有在外面 榴莲花丛的前科 但盘阳都没有放在眼里 直到林美珍的出现 她觉得 以这个女人的美貌 是震得住孙兴的 于是 见过一面之后 盘阳点头了 2001年2月 孙兴迫不及待地 与林美珍登记结婚 两年后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孙恒 那段时候 一家三口人倒也是过得挺完满 沉浸在幸福中的孙兴这样说道 美珍是我生命中永远吃不腻的美食 在她的食谱里 爱是营养 请是调味料 我宁愿少活十年换取 与美珍相爱的时间 听起来令人感动吧 林美珍也很感动 感动到直接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专心为她生孩子 并将美食作为自己的新事业 去经营 但林美珍错了 她同潘洋一样 错性了孙兴的誓言 婚后没多久 孙兴就在外面 沾花惹草 又一次 林美珍甚至在夜店 撞见孙兴的大腿上 坐着其他女人 对此难以释怀的林美珍 在当节目里 吐槽丈夫婉太兄 孙兴也吐槽妻子丁太景 现在看来 林美珍是期望通过媒体的监督力量 让孙兴收敛一些 但孙兴收敛了吗 没有 她继续流连花丛 还抛出了一套新版的神逻辑 她与妻子林美珍拍过一组性感谢真伪借口 时常在外面偷吃 不过孙兴身边的女人基本都来去凑凑 自觉地位没有受到威胁的林美珍 后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洛丽娜出现 洛丽娜197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百花新村 毕孙兴小十二岁 她是一名舞蹈演员 曾跳过孔雀舞 2005年的一次派对上 洛丽娜认识了孙兴 自此天雷勾地祸 对于爱上洛丽娜的原因 孙兴说因为洛丽娜不爱钱 非常有正义感 洛丽娜则只想要享受当下 并不需要对方负责 这样直率的性格很符合孙兴的胃口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公开出席了许多娱乐圈活动 但请注意 孙兴与洛丽娜满世界撒狗粮食 她与林美珍还处于婚姻状态 林美珍知道有洛丽娜这个人 洛丽娜也知道美珍是孙兴的妻子 三个人就这么怪又和谐地相处着 不过洛丽娜的实力实在太霸道 逼得林美珍走上了当年攀洋的老路 因为孙兴叫居住在香港的父母 去照顾洛丽娜 林美珍觉得无法忍受 在2005年10月提出分手 但请注意 9年以后人们才发现 这两人只是分手 并未办理离婚 当然这是后话了 昨天昨地总算得偿所愿 这回孙兴会跟真爱洛小姐 好好过日子吗 显然不能 2011年4月5日 孙兴和洛丽娜在北京 因为吸毒被抓 在随后的询问中 孙兴承认自己已经吸了5年了 关于这一段 她后来在法治进行时 节目中进行了讲述 孙兴在节目中说 我宁愿打自己 删自己都不能 让洛丽娜碰毒品 她一边说 一边留下了两行热泪 多深情啊 孙兴2005年认识洛丽娜 按照采访内容来推算 她的吸毒史 大约是从2006年开始的 认识洛丽娜后发生了什么 谈到吸毒的原因 她说 觉得自己两次婚姻都很失败 想找一个途径排解 后来 在拘留了19天后 孙兴被释放 事件发生之后 孙兴开了一个发布会 她讲述了事情发生的 经过并进行忏悔 忏悔完了之后 她又高调的向洛丽娜表白 2014年 洛丽娜过生日 两人激情拥抱 孙兴继续发文 配图表白 祝我最爱的女人生日快乐 快乐吗 快乐的 只可惜这个快乐 只持续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 孙兴宣布与洛丽娜分手 分手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孙兴去夜店撩妹了 与洛丽娜分手后 倍感失落的她 又去找林美珍诉苦 一番甜言蜜语后 林美珍心软了 首先两人并没有离婚 之前只是分居 其次 劲敌洛丽娜已经退出这个游戏 这让林美珍看到了希望 于是2015年 孙兴在林美珍生日那天 再度向妻子求婚 再一次 见到闪闪惹人爱的钻戒时 林美珍面红耳赤 感动于多年付出 终于等到了浪子回头 2015年 孙兴和林美珍 在美丽的爱情海复婚了 可是后来事情的走向告诉她 这个HUN是发婚的婚 浪子根本没有回头 在与林美珍复合后 孙兴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位 银发女郎 2019年10月15日 孙兴参加一场富商的婚礼 在她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 神秘的银发女子 第一眼看去 这位女子的银色寸头 和白色夸张耳环 就很吸引人眼球 应该是一位时尚人士 她看起来有些年纪 化着浓妆 两人全程你浓我浓 孙兴更是旁若无人的 当众与银发女子激吻 过了几天 孙兴又放出几张 自己乘坐地铁的照片 可人们的注意力 根本不再留着长发 穿着牛仔连体裤的她身上 大家注意到 在她身后的座位上 有一位银发女子 这不正是前几天 婚宴上的那一位吗 孙兴这狗粮洒得令人 猝不及防 媒体们立马想到了林美珍 跑去追问她 她让经纪公司代为回答 这是她的事 我没有什么可回应的 就在孙兴与银发女子 被拍到热闻的当天 林美珍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让她成为过去 配图中戴着墨镜的她 不知是否哭红了眼 自孙兴和林美珍分手后 两个孩子孙恒 都是林美珍独自养大的 后来孙恒去了加拿大读书 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大约需要35万元人民币 这些费用是孙兴在承担 包括原配潘洋和孩子 都是孙兴在支付抚养费 孙兴红过 富有过 但她已经因为吸毒而成为了污点艺人 无人再敢邀请她演戏 面对无戏可拍的酒精 她只能凭杰商演 但这显然北水车薪 不够维持她想要的奢华生活 联想到孙兴之前多次被拍到走学捞惊 照片中的她独自一人举着话筒 又跳又唱 身边既没有半舞更没有舞台光效 58岁的她在舞台上唱起自己的成眠作 《家有嫌妻》中的经典歌曲《失恋阵线联盟》 如果不是因为这嗓音和神态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孙兴 人生残酷吗 确实残酷 冤枉吗 一点不冤枉 孙兴作为一个具有表率作用的公众人物 却没能管理好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些五点 恐怕直到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都不会被抹去 一声叹息送给孙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